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昨晚是一月轉會槍的殺科日 這兩天其實都出現了不少令人驚訝的轉會 不過跟我們就好像沒什麼緣分 今集會跟大家總結今次轉會槍球會做了什麼操作 原本最後幾天勝傳可以走的菲利普斯 在命運作弄之下又搞什麼走不了呢? 最後都會講一些其他球會的操作 從而引伸回到我們領域府身上 為什麼就什麼都沒有做到呢? 其實變相又是在罵FHG和管理層 首先從買入的球員開始講起 基本上就只有從PSV硬圖分簽入的荷蘭國的家譜 全民價格就是3700萬磅的基本價格 再加上700萬磅的附加條款 這個荷蘭攻擊手加盟之後 就著了前荷蘭名宿古字的18號球衣 也是因為正值於我們風扇雙環潮的期間 1月轉回槍開啟之後 除了1月2號對賓福特場球還未完成註冊手續出不到場 之後的五場比賽他全部都正選上陣 真的椅子還未坐暖就要下場踢了 而且球隊也是處於低潮之中 中場活力過低和前線主力的雙拳 加普的加盟環境就遠不及上季迪亞斯般舒適 兩個球員的類型也有些不同之下 加普並沒有以雷霆救兵的姿態登場 五場比賽之後仍然都是零入球零助攻 不過至少上場對白禮頓的足球賽事 會看到他漸漸適應我們的踢法 打一個類似以前廢明爐的魏九號角色 幫手回後組串連都開始似仰 希望慢慢就可以發揮他的實力出來 加普的出現之後 紐尼斯要怎樣放進陣子裡 可能是現時高普最需要想的地方 沒有中鋒位要擺紐尼斯打邊 上場體落的效果好像還未那麼理想 除了加普之外 加普還要在聖誕節的時候 其實已經公佈了加盟的消息 轉會場當時還未正式開始 今次就名副其實了 轉會場未開始已經結束 如果不知道這句歌詞是甚麼 就聽一下Jane的歌 正式加盟和借入的球員 就只有一個 但是有不少U21隊在夏天借出的球員 因為上陣次數不似 預期之下 就提早中斷周若治回來了 先說大家比較有機會聽過的年輕人 兩年前中堅雷霆救兵之一 現年21歲的賴斯威廉斯 今個夏天就借到英冠的黑池 開頭都穩佔著正選席位 但是聯賽打完頭九輪正選之後 就因傷缺陣了三場 然後就失去了鐵膽正選的位置 復出之後的14場聯賽只有四次正選 再加四次後備下場 發展不符合球會預期之下 就決定提早1月將他召回 早前也有見到他回來跟著我們的一隊操練 另一個會比較多人認識的 都是中堅來的 就是20歲的法國中堅古美素 今季他借到奧地利超級聯賽球隊奧地利維亞納 跟賴斯威廉斯一樣 又是開頭都頗多上陣機會 歐伯外圍賽和聯賽的頭七輪裡 都有七次下場的機會 其中五次是正選 但之後又是因為有傷患的問題 到復出的時候 就只剩下一場歐協聯的最後一場分組賽 肯定出局才讓他下場 還有一場奧地利杯的比賽可以正選上陣 其他時間聯賽連列陣的機會都是很少 甚至乎就丟了他去B隊打下一級聯賽 踢了四場比賽 所以利物浦對於外借的成果 不太滿意之後 又是將他提早召回 不過回到我們U21那邊 就馬上一名驚人 在對巴黎聖日耳門的英超國際挑戰賽 這行為U21而設的比賽入面 他半場就粒射入球 而那場還要是梅開爾道幫球隊贏球 暫時都是先為U21隊效力 之後那些應該都不會太多人認識 我就簡短一點說 20歲的威爾斯佐習奧雲碧克 他是利物浦明宿傳奇射手老鼠的親戚 不知道應不應該叫他做叩公 看資料就是老鼠的Sister 不知道是姐姐還是妹妹 他就是奧雲碧克的grandmother 不知道是祖母還是外祖母 因為英文就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而這個左閘小將奧雲碧克 今季的經歷都有點轉折 首先其實在夏天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借了去普超球隊法馬列卡奧 但是經過了季前的集訓和頭幾場的聯賽 都只是坐後備之下 利物浦馬上就斬斷了他的租借 然後再改借他去英甲的保頓 匯合回另一個我們租借了去保頓的球員 就是北海爾蘭的19歲小將 上季在杯賽為我們上陣過5場 還打過3場正選的右閘 哥拿巴特尼 哥拿伯利 不過奧雲碧克就算轉戰到英甲 都不是說拿到很多上陣時間 半季只上陣了9次 當中只有4次正選 都是上陣時間不似預期之下 再次被提早召回 兩次外借的生涯 在今季之內都是失敗而回 接著都有位一隊上陣過的前鋒 還有墨斯和德文 Max Wattman 亦都由英越的唐卡士打被召回 還有James Balagese 都是由英越的卡維利 不過他本身是主力來的 只是因為傷患的問題 球隊認為叫他回來 我們這邊醫治會比較好 就看來傷勢應該不會太輕了 下半季都未必出到他 才會這樣讓我們召回回來 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復 其他外借提早召回的球員 就應該更加沒有人認識 這些自己看回我這個整合表 就不一一詳述了 至於賣人或借人走來說 都算是有三個 但都不是一些對一隊很有影響的球員 首先就是今季U21的隊長J.King 上季曾經借過他英越的紐波特棍 但今季沒有再外借出去 留下踢了半季U21 之後都是正式決定出售 去到英越的球隊史雲頓 價格沒有公佈出來 不過英越級數的轉位 大家預料到很大機會 可能連六位數字都不到 不會太大影響 就算有金額也 另外還有兩單外借 我覺得都是跟剛才提及的 中斷租約回來的球員 都挺有關係 今季踢青年歐聯U19的隊長 中堅查韋爾昆沙 Jerrell Krinser 都被外借去到英甲球隊 布里斯托流浪 上週的聯賽已經為他們正選上陣 雖然地標戰輸了5比1 但戰果對我們來說 就不是特別重要 都是放他們下去踢一下職業級數的賽事 幫助成長為主 他可以被外借應該都是因為 雷斯威廉斯和古尾素兩個 回來幫忙頂中堅位 放他可以出去外借 而另一個外借的是 18歲的左閘路克張白師 Luke Chambers 他會被外借到蘇超球隊 基爾瑪洛克 這個左閘球員同時也有打中堅能力 之前打U18的時候 他是做隊長和12馬賄子手 所以就算作為防守球員 他的入球數字都相當不錯 他被大家熟悉的時候 應該就是今季的季前熱身賽 也算是在泰國和新加坡都有出過場 雖然表現相對上比較一般 隨著奧雲碧克這隻左閘的歸隊 盧克雙白師就有空間可以出去闖一闖 出仇和外借都說完 接著就說說原本轉會槍最後幾天 我們最有機會達成的交易 為什麼沒有做到 那個主角就是菲利普斯 Lakfey 菲利普斯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人物 其實自從兩年前幫我們做中堅方的雷霆救命之後 原本懸約的他就選擇留下續約 接著就是他惡夢的開始 上季我們中堅齊了人 還要買了光拿迪進來 他已經被凳到第五中堅的選擇 但高普就見過他怕黑 中堅方上次就嚇倒他 死都要留夠五個中堅人手才行 結果在大家都沒什麼受傷的情況下 菲利普斯上季的頭半季只有三次上陣機會 聯賽杯這些輪換的場合都只有一次後備上陣 以及德已經確定走命出線的歐聯 最後一場分組賽才被他正選上陣 勃求上陣機會的他就想尋求外借機會 而上季外借去史雲斯的賴斯威廉斯 又是拿不到太多上陣機會之下要提早召回 給了契機菲利普斯借去英冠的搬尼茅夫 作為人家的主力球員 就能打到亞軍回來直接升上英超 今季夏天其實中堅的狀況都沒有特別大的改變 菲利普斯其實都已經下定決心想要離隊 但偏偏這個時候中堅位置就開始出現傷兵問題 甘納迪和馬力圖都分別有受傷的情況 甚至乎連祖高美斯都曾經有輕傷過 令到菲利普斯可以在第二輪的英超對水晶弓的時候 就曾經正選上陣 但延後就沒有延後 祖高美斯一復出就穩佔過正選席位 還要是無論他有多少脫漏多少犯錯 比賽踢得多密都好 他在8月到10月底幾乎都是踢足 而菲利普斯就坐足十多場的後備都不能換下場 8月底轉會槍完結前 同樣是中堅提寶人選的兩個小將 賴斯維尼斯和雲丹貝治都可以借走 但菲利普斯就要被迫留下 之後只有對打比棍的聯賽博打過正選 半季只有5次上陣機會之下 他1月這次又想走人 不論是愛借還是轉會都可以 現在25歲3月就會26歲的菲利普斯 根本就沒有時間再等了 很想離開拿到穩定的上陣機會 但天意再次弄人 來到轉會死線日 利物浦最大的新聞不是買人不是賣人 而是干拿迪腿根受傷要休息2至3個禮拜 歐聯16強對黃馬的首回合賽事都分分鐘踢不到 而雲里克現在又傷緊 令到一隊中堅人手又開始短缺的情況下 原本已經傳出土耳其球會 葛拉塔沙雷準備好借走菲利普斯 高普今次又再一次叫停 就不讓菲利普斯走人 不過其實這樣做是否真的有個必要呢 我們在1月已經重召了賴斯威廉斯回來 當初亦都因為召回了他 才燃起菲利普斯可以走的希望 加上還有多個古尾數 第五第六中堅上陣機會這麼少之下 其實有兩個小象外借回歸已經算是很足夠了 還有雲迪克-干拿迪的傷勢根本一點都不嚴重 都是預計2至3個星期後就可以復出 我們去到2月18日對紐卡蘇前的這三場球 其實都是一周一賽的踢 祖菲利普和馬迪普不相的話 應該都不會動到他們兩個正選位 過完這段不頻密的賽程之後 雲迪克和干拿迪都應該已經差不多好出來 然後就只有間中有歐聯要踢 或者一些聯賽加密才會有一周雙賽的情況 分分鐘歐聯16強出局的話之後單線作戰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兵源需求 去留住菲利普斯做個替補人選呢? 我不是說不喜歡菲利普斯 甚至乎我是很喜歡他 我覺得他能力就算不是強也好 但是心態非常之好 當年的熱血表現是令利密一定會喜歡他 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寧願今季轉打中低位防守 排菲利普斯還要先過早高美斯 但是實際高普不會這樣做 所以才更加希望菲利普斯可以離開 真正展開他自己的足球之路 不要再留在浪費時間等機會 高普在這年半入面沒有給到你的機會 之後亦都不見得會給 今年夏天的時候他將會26歲 都已經去到一個叫做成熟期的年齡 但他都沒有什麼行常上陣的賽季 就真的很難搞 現在他都被迫要留下就真的太可憐了 接下來下半季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兩次的上陣機會 可以分給他 另外當初傳聞就是要賣走菲利普斯頭的1000萬磅 之後才可以用這筆錢去借中場回來 結果一單不成事之後 第二步也行不下去了 最後都會想說一下其他球會的操作 我就不是想跟大家說 有什麼大單的交易想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想說的是一些我認為對我們有些參考價值的交易 他們分分鐘不是特別多人留意 第一個就是列斯聯松祖雲達斯借入了24歲的美國中場麥堅尼 租借費用就是100萬磅 夏天的時候可以選擇 執不執行一個3000萬磅左右的買斷條款 今季 麥堅尼都是祖雲達斯的其中一個主力中場 跑動能力和壓迫能力都是強的 而第二單就是萬聯 從拜仁慕尼克借入奧地利的28歲中場沙比薩 這個前RV來比錫的隊長去到拜仁慕尼克之後 上陣機會就不是太多 但是就具備了很好的跑動和前場壓迫能力 亦都有軟射能力 可以打到中場之外 亦都可以作為公中和A9號的位置 而萬聯就因為星期六足總盃對雷丁的時候 卡路爾產商了毅力神至小月頭三個月之下 結果死線日短短12小時之內 就搞定了租借沙比薩這段交易 第三單是今屆世界盃踢得很出色 幫助摩洛哥歷史勝出世界盃 世界盃四強領電軍的中場球員 現年22歲的安娜希 之前他在效力發甲的昂熱 不記得我有沒有公開講過 但其實看世界盃的時候這對摩洛哥 我對於8號仔安娜希的印象 是比大家狂賺的防中安拉伯更加好 他的戶球和帶保能力都非常出色 可能不少人都覺得他一戰成名 會賣得很貴 結果同樣是發甲的球隊馬賽 只出了800萬歐元的基本金額 再加200萬歐元的附加條款 就可以將這個22歲的世界盃身星收歸旗下 這三宗交易除了轉本槍尾段才達成之外 他們同樣所要花的金額都是非常之低 安娜希現在只是22歲 又在世界盃裏面有表現過 都在發甲踢了一年半 就算滿足附加條款 都只是1000萬歐元 轉成英鎊值成1000萬鎊也不用 又年輕又便宜真的博不過嗎 好了當我們FHG真的想儲蛋藥 怕買過人回來會不適合用 我們買了他怎麼辦 但這樣借人都應該可以了吧 麥堅尼和沙比薩都是一宗租借的交易 麥堅尼100萬鎊就能借到 而沙比薩雖然沒有提到租借費 但應該都不會貴得去哪裡 這兩個都是以跑動能力見稱 看麥堅尼踢美國隊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有多跑得了 而沙比薩更加是阿比利比錩 踢了很多年做隊長 而我們有這麼喜歡紅牛系的球員 這兩個都是明顯地適合我們的 即食當打球員 還要可以借回來 不適合用的時候夏天就彈走 為什麼都可以完全不出手去搶人呢 說真的買家鋪這單交易的價格和目標 我覺得其實都還好 買了他回來其實不會怎樣虧 但如果你說買完家鋪之後 就會用完我們所有的轉會預算 連這麼低的中場目標 我們都完全出不了手的話 我只能夠說Julian Watt和FHG實在太過天真了 經常都說市場裡沒有合適的人選 所以我們就不買中場 但現在就是有一些又便宜又合適又即食 現在你不是要求一定是比寧咸 安蘇菲南直斯和卡斯道這些級數和價錢 才能買入手嗎 不是的 只是一個跑動能力高的工兵 有這麼多便宜的選擇 為什麼不可以先頂住呢 現時的中場有誰跑得大家都心知 上年夏天轉會槍未開 6月初我做轉會槍建議的時候 其實已經提議過了 免簽艾力神 後來也有說反正韋納道武在巴黎 沒得踢要外借 不如就我們去借吧 打慣打贖不用適應 結果就被曼聯免簽艾力神 打到發光發熱做主將 羅馬就借走了韋納道武 雖然重傷就正在休息 但我們借回來就可能未必是同一個故事 由夏天到一月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很多又便宜又用得的中場選擇 但一直都不出手 搞到今季成績大倒退 但管理層仍然心存僥幸 覺得可以靠復出的雙兵 就會打入前四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究竟他們在做什麼 又是當高火是神嗎 想他靠自己變魔術解決所有事情 所以說到尾其實我自己就認為 這個一月的轉會槍操作可以說是零分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要買的位中場位他就不買 不是那麼需要的地方這個前線位 就放了所有轉會資金下去 要賣的人好像菲利普斯那樣又賣不出 見到各隊就算有些小問題 都會在昨天那裡嘗試找方法解決 車仔這麼瘋的東西就不用提了 阿仙奴見湯馬斯帕迪傷了 卡斯道7000萬磅馬里頓又不肯放 都懂得馬上轉向車路士買個坐真爐回來 而曼聯見到艾力臣受傷 也都馬上去拜仁茂尼克找沙比薩過來 而我們呢 由8月開始已經水深火熱了 兩個本土杯賽出局了 聯賽排到第九名 前四級級可危之下 整個一月的管理層都可以坐視不理 來到這一刻 還撐得下FHG的話 我真的不懂得說任何東西了 好了 要罵的其實都罵完了 要總結轉會槍的東西都總結完了 下半季 除非高普真的懂得走水便走這些神跡 否則呢 大家可能都很久熬了 廢明路 祖達和雲迪克的復出 應該真是禮物浦今季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帝加斯可能都可以的 但三月或之後的時間才復出到 就太遠救不到近火了 只剩下廢明路 祖達和雲迪克是比較近一點的 但說真的 我就不太敢比太大期望這班雙兵 因為季初我們都做過差不多的東西 結果那班中場出回來 都好像救不到太多東西 而世界杯前我們以為 那班人可能都是流力踢世界杯 誰知道世界杯回來之後 開始更差了 唉 所以我都不敢去期望些什麼 說真的 好了 說了那麼久了 讓大家沉澱一下 我講這些轉會操作 其實是不是應該搶得到手 現在那些管理層的轉會手法 是不是真的太有問題呢 好了 今集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尼斯台逢比賽 每天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 報導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 和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 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尼斯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再見